现场大型打脸现场 今天晚上切片 大型打脸现场 我家有个亲戚 各部门给你全到位 药宝 check 医生check 药店check 各部门全给你到位 到齐 药厂check 我把人全给你滴了上来 最后把房间赠没了 给那个陈三皮滴了上来 说你拉倒吧 你就是为了继绣 来来来陈三皮 陈三皮你现场患者 跟医生你俩对线 行不 没问题 来给他陈三皮 陈三皮滴出来来 我一看你们那个滴了 哇就是 从头到脚检查个遍 那最好就是你说 你说感冒 他给你开拉感冒片 你连医院都别去 回头死于肺癌 你说你最好是这种 来你上来跟他掰出来 你说来听都没给我听 直接就去哪医院 你问他来 上来 三皮 三皮来 三皮 怼他现场 医生给他现场 胡说八道 你不怼他 你不撕他嘴 胡说八道 你不怼 来三皮怼他 说话 我给他记得您再打开 他没有那个 拎上来没事 来三皮 我不会呀 你再说两句 多说两句 听得到吗 听到你多说两句 我听听 你这现在看病 你不管看什么病 你一去了之后 就是一大堆的检查 什么检查 什么病 什么症状 给你开了什么检查 哪些检查 你觉得是没有用的 你告诉我 你这个 是现实中 多了去了 你这么聊 没法跟你聊 哥们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 你上回感冒了 他说让你 让你拍一个 拍一个X光 要看要看你腿 对吧 你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是特别扯的 有没有 有啊 啊 你说一个 你举个例子 给他听听 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朋友 啊 你有个朋友 有朋友 他说摔了一脚 嗯 本来就拍一个片啊 看他摔的那个地方 啊 那比如说 那个骨头 有没有骨折啊 有什么就行了 啊 完了呢 还要 还要检查 还要检查什么 呃 新店头啊 啊 那反正 你一头下来 差不多一两千块 你本来医院 他都有指标的 本来就是 首先 入院什么症状 有没有心计 有没有各种的血压升高 要降低 心率不平稳 那你这样说 那那 本来就是 普通的 那路上摔了 那患者 作为患者 来说 他知道什么呢 反正你医生 叫怎么做 检查 你不知道 你来 你来拿 不知道来质疑 我的专业 你 我跟你 我跟你聊专业 本来 本来你就是医生 我 像我们普通病人 我又不是学医的 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病 我去呢 我要哪些 你看他 你细听 陈三平 你细听他说那意思 你进去了以后 比如摔了一跤 你可能比如骨折了 疼的不行了 他现在进了以后 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的症状 会不会导致这一摔跤 导致你比如说 怎么脑血管给你摔开了 你脑出血了 或者是你现在心悸 心脏容易出问题 或者怎么着 有没有其他症状 有这症状才会让你检查吗 没这症状 你说我 还有 还有 大哥 我问你个事啊 我现在特别特别特别好奇 你骨折了 进医院 拍了所有东西 下来之后 花了一千多块钱 首先 你朋友有没有医保 你怎么提医保的事 你现在医保的问题 他首先医生就问你 有没有医保 你医保 你如果说你有医保 那他钱就更多 你没有医保 他可能还跟你 你没有医保 他给你还便宜一点 不会检查那么多 没有医保 不会检查那么多 完全符合他自己认定的 我这么说 我还当他夸我了 你这事整 我还挺开心 自费看 就不让你去检查去了 完了 如果有医保 不用白不用 你的意思是 是啊 完了 因为他们有业绩 他们要拿业绩说话 是啊 那医生怎么说 大哥 我有一些事 我不知道 大头鹰症能不能说 因为我怕 别说太敏感了 你就说 他的这个逻辑怎么回事吧 就单纯的说 你问问 现在哪个医院 爱医保这个东西 你问问 现在哪一个医院 医保不欠医院钱 你问现在哪个医院 医保 医院从医保 截的回来钱 医保 那你看 哥们 你说的逻辑是啥 他走 有保险 不走 白不走 对吧 三皮 你一说他有保险 不走 白不走 这是业绩东西 那他现在告诉你 医院都最不 最不愿意打交道 就是医保 因为跟他打完了以后 都截不出来账 哥们都 人家反而不爱医保 那你说这东西跟你说 那不是逻辑冲突了吗 怎么回事呢 那个问题 反正我们这位老百姓 来说就不清楚了 那你不等于说 那我不管 不是我不管 那你管呢 你看人家说了 他从他那个角度说了 他不愿意跟医保打交道 打交道 他那边结账啥了 就还挺费劲的 还不如不走医保的了 那现在你说 他走医保 他刚刚往死报 你这现在两个东西 不冲突了吗 这不矛盾了吗 那你看他的解释 你觉得合不可怜 我只能说我的情况 比如说我一个感冒吧 我都冤屈 他反正首先 医生首先就问你 有没有医保 但如果你说有医保 那你可能要 我为什么要问你有没有医保呢 你的挂号条出来 你是不是拿医保卡挂的 走不走医保 我一眼就能看着啊 我问你医不医保干啥呢 是呢 怎么回事呢 干啥呢 那我们这里医生就问啊 你那医 你们那医生不识字啊 不知道 合理吗 三匹你说 你说合理吗 那人家挂号条一看去 你是有没有医保的 啥了吗 你那挂号条你今天挂号条都得看吧 张三李四一看 你完了三匹 陈三匹 不就接这个了 不就接 然后大哥你说 你一往下说 医生都给你开啥了 你觉得不合理 不是不合理 关键就是说 不是不合理 你在说什么 你比如说 我很简单嘛 你比如说我 如果我进去 医生问我 他说我女有没有医保 我说我女有医保 气球啊 那他就会 你一个感冒的话 肯定要一千多到两千 那如果你说没有医保 那可能就 很简单的 一两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就出来 怎么说 医生 他那意思就是 你要问有医保的话 他给你折到两三千 没医保的话 两三百块钱让你走了 怎么回事呢 他检查什么项目了 为什么两千呢 我不太清楚 主要问题是 咱单纯论啊 为什么我单纯提到了医保 这个事 因为医保急诊和门诊的报销比例 在那块挺起来的 所以大概的项目 大致的项目 比如CT呀 血肠 病理 那个 那个 病毒检测 然后 这一系列啊 就是说如果说理论 包括一个 就我都 把心电图都算一下 此时 此时朝外啊 此时朝外 也在给你参与意见 除了没医保 也治了 你出去吧 你药都不用开了 限上限下 场外 场外场内一起 一起整了 你接着说 我们看场外场内 建议回家多喝热水 不是 我有时候我就 其实挺不能理解的 就是 我学了这么多年 我 好家伙十几年 我一直在 不管是从 归陪过来 从那么 什么样时间过来 然后那什么 然后你 然后你来医院 我给你看病 你质疑我的专业 我问你 为什么质疑我的专业 我就觉得 有时候 我遇到过很多啊 就说我这样不对 我说 为什么我这样不对呢 来 给那个3342 滴了上来 这急懵了 这小子 给那小子 滴了上来 来 那他上来 那他上来 他说三皮说不明白 有从书里看的 对吧 有从百度上问的 有说家里长辈 说的不好的 我也就挺无奈的 哎呀 那个 那个陈三皮 你是不是说不明白了 你这举例也举不明白 你最近一次去医院 什么时候陈三皮 我 还是去年去过医院 你去医院的时候 你举不出来这例子吗 能听见吗 能听见吗 那我去年 你先你别去了 你上了现实 你有个朋友选手 来我们听这个 来 3342你说 这个 大耳圣 大耳圣 我是 我是西医 西医我不太懂啊 我说个中医的事 不是 你人家是西医 你跟人家说中医是啥呀 中医和西医不都是一样的吗 不是 你人家是西医 你得说他专业领域的呀 大哥大哥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我们看来 确实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中医会比西医贵一点 因为中医的东西 因为西医的东西 它合成浓缩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检验 然后进行批量化生产以后 它确实会把单价打下来 但是中医并不是这样的 中医开一副方子出来的东西 它里边用到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 就是我看到一些比较大老的中医 用到了一些什么父子啊 人稍微年限高一点的人身呢 这个东西成本就是很高 但是它可以用于治疗一些很基础的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 骨虚 比如 你体寒 在这种情况下 它用的一些比如 父子啊 当归啊 类似的药 它的单价就很贵 但是 它在 它的理论里 在它的治疗体系里 它没有错 只是药贵而已 不不 我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说 看病贵 贵以便宜的方面 就说中医 我之前有一个病 有一个病 我上一个正规的中医院去看 对吧 大夫也是该检查检查 该后卖后卖 但后卖之后 他还会检查 做完检查之后 他给你看药 所以很长时间没吃好 但是呢 我就听朋友介绍一个小医院 也是一个老中医 旧好慢 也没检查 回家开了一副药 一个多月就好了 那我请问你 我做这个检查有什么用 了解病因和 那个清楚病情啊 而且 你这个例子举的就不合适 真正好的中医 全在小医院 大医院是没有的 哥们 你这个例子举的不合适 大家都在那个体制内 不是 你的例子举的不合适 不合理 咋的 给我 给我静音了 把病看好了 你给我静音了 3342 你给我静音 你听不到我说话呀 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例举方式就不合理 那你看 那比如说 他让你做检查 完那个是那个 没让你做检查 完了得出来的东西 一样都是治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质疑这个检查 有什么病 那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检查的时候 检查出来 你有别的病 那你这时候怎么说 那我不去 我只看我现在这个病 是你只看你现在这个病 那你看 那比如说 我相信 我不是相信 医生就在这 咱有没有说 有没有这种病人 去了以后 我觉得我最近这个 肺子好像是感冒了 我这咳他的沸腾 完了 结果一拍片 发现不单纯是他感冒了 肺腾的问题 他肺子有其他的毛病 当然咱可能说不来 是啥毛病 然后一检查 检查出来了 那这样做比较彻底一点 那医生力求这个保险 让你去做了个检查 那下一个医生 那你说我肺疼 你确实是感冒了 然后吃完了药就好了 我有别的病 我不治 对不对 我就现在看我这个 比如说肺子疼 那你回家多喝热水吧 那你别这样 那你我提的说了 你多喝热水吧 我抬茶缸 哥们 你这种 我说不好听的 你要如果真说有别的病 然后他没让你去检查 你今天以你这副嘴脸上了以后 指定得这么说 我就好奇了 上医院检查不出来 我说我是感冒 毕竟我不是医生 对吧 我说我是感冒 他就感冒给我治 没想到我是肺癌 你这肯定是又 到时候又变一副嘴脸了 你肯定不急要问了 你肯定BGM都放上了 我们又用力的活着了 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那根本没关系 废话你去看病人 给你看全面不对 那你站上来 你重新说 那我再问你来 假如说 你现在肺子有毛病 常年都不太得劲 正好这次感冒 肺子加重了 不得劲了 你去看医生去了 医生没让你去做其他检查 于是你错过了这次 发现这件事 然后治疗的这个机会 不久以后 你肺癌已经到了三期了 你上医院去了 然后给你确诊了 是三期肺癌 此时你现在上互联网上发生了 那我就好奇了 我不禁要问 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医院 我上医院去检查去 居然没给我检查出肺癌 现在好 上面这个我去了 这小子就是医生 医生上来说了 哥们 当时你来了以后 让你做别检查 你就跟我一顿 一顿不禁要问 我就感冒 为啥要给我查肺子 为啥给我拍片 为啥给我咽血 对吧 人现在给你对质 你俩现在问题到这了 现在麦克风交到你手上 听问 怎么说 感谢小东生的保持 说 你说 我没法跟你说那问题 因为真正一个好中医 他不需要做检查 他也可以耗卖耗货 好 那我问你这么说 文物第一 文物第二 每个中医水平能一样吗 咱这么说 而且我不知道 所有人指标这句话 真正一个好中医 大医院是总来不会有的 都是在小医院里 为啥 为啥 因为我听我说 在这个体制内 比如说我给你耗个卖 我一个耗个卖 就知道你病是什么病 我给你开什么药 给你对证 就给你治好了 那你在这个体制内 任何检查都不做的话 要这个 医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又治钱 又是 那到最后又落到钱上的事了 就是真正好医生 是不用花钱 就能看 花小钱 看大病 到了 到这个体制内的医院 你认为体制内医院 就是花了一通钱 他治不来病 要他干嘛 他没有业绩 医生都是销售员 是这意思吧 不是 而且 大概有一个问题是啥 你在医院 他耗卖疾病耗出来了 医院的现在规章流程里 没有确实诊断 是不让确诊的 就是 你听我说啊 我现在不说中医这个事 我就说西医这个事 因为我家里人 有时是在医院上班 对吧 因为这些 里面的东西 我是稍微懂一点的 所有医生 包括看药 都有药肠有提成的 哥们 哥们你去 你拿药方抓药的 有没有提成 他是觉得 没有提成 我咋提都行 不是 我说你拿中医 药方的 抓药 抓药方子 你拿这个方子去 那方子写 张三里的事写名 他有没有提成 不是 这同样一种病 他可以开这个药 也可以开那个药 也可以开那个药 对吧 他开这个药 他提成高 他去你开那个药 这是百分之百存在的 这个事是百分之百存在的 你能不能说一个案例 当时你是啥病 然后给你开的药 正好这医生搁这 咱听那个药 是不是不合理 反正你俩没有关系 我没太听听你说什么 就是你开个案例 你说我当时 我当时是这个毛病 他给我开药 给我开的这个 完全我后来一打听 完全没有必要开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柜 他给我开的 你说一个 这个不否认 他可能开这个药有用 但是 但是他有多大用 咱不清楚 对吧 毕竟咱们不是学义 那你别耍 你别耍无赖 上面这不有学义的吗 但我说 这种现象是肯定存在的 你说就有 那哥们你举个例子 让你举 你举不出来吧 你就他就必须存在 这个例子我答题 就是我只能跟你说 这个医生做检查 或者开药 他都是 好那我问一下 上面这医生 你给人看病的时候 你给人看病的时候 你挑柜子要开 是什么意思 就是想多挣点吗 我还没说吗 这个事 好主打 这边咱们主打 要啥有啥 来那个一级海洛灯牌 季下初期 有学药的 你看你点烙的东西 有些先生有学药 来季下初期 给你滴了上来 来 你要啥有啥 咱今天 你不要掰扯吗 要掰扯 咱把这事掰扯透了 行吧 既然你这么 你这么啥 学药的 学医的 一会儿我再给你滴了个中医上来 我看你给人光光黑中医 一会儿中医 中医也上来 我看 拔个嘴 搁一起 咱们给人对着说 行不行 来给他季下初期 滴了上来 来 我看 我看吧 我把胳膊们都给你滴了上来 我看你一会儿 看你说啥 喂 能听到吗 能听到 来 他说的是怎么回事 我也有朋友在医院上班 你不是学药的吗 你朋友还是你 我是学药的 然后我朋友也有医院的朋友 不是 我现在是 我的意思是 我想知道他的 他的 就是他想知道什么 就是 他想知道药 对 他想知道 那个药为什么开贵的 不开便宜的 现在 有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不多了 因为 为什么不多了 医院的药房 全部都是 基本上都是 纳入 纳入 基本用药规则的 那个东西 就是零利润 然后药价非常非常便宜 这是什么时候执行的 应该是 这我还就不记得了 应该是 应该是 没有 20年到21年左右 不是 不是 那个 内部下文件是16年的年底 然后 就是说要贯彻执行是19年的年底 就是 那个之前 一点 你看 评论区 有懂的 16年 16年 16年说的 那那个哥们 人家说这个现在已经禁止这个问题了 那怎么说 3342 你能敢告诉我 禁止的问题就一定不存在吗 你 不是 你是在 你是在 你是在唠 你是在唠个别现象吗 不是个别现象 是普遍现象 你看 这个普遍至少得是大多数吧 我家里头就 有 这点东西 我是很明白 不是 你说 你说普遍现象至少得大多数吧 具体有多少 反正基本上 不是 具体有多少 不知道你唠普遍 你具体有多少 大哥 我也不是去统计这玩意的 你不统计这玩意的 你为啥会说普遍呢 比如说这个 我假设说 比如说你家 你家赶上这事了 你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你都说不出来 但你能说出是普遍现象 或者是你朋友家 有这个现象 你那么多朋友 你手机通信住好几百人 就这么一个人有 完了 这个是普遍现象 不是 主要问题是 我怎么觉得你们好像拿医保当傻子玩 就医保一点审查制度都没有 我要敢开出来高于医保报销 现在每一个大病都有大病的报销流程规范 我要敢开出来大病报销流程规范的之外的东西 他不罚我吗 他不罚他吗 我因为手术挨多少次罚了 他都挨多少次罚了 他不罚他吗 现在话正给你这么说 不是你总 有些事这些东西他不可能去承认 明白吗 我肯定 就是现在他说没有不承认 他是不承认 就说之前说医生 包括医生收红包的问题 我问你心态还有没有 又想整出收红包问题来了 我不敢说全国都没有 因为这个事在哪都没什么 但是我敢说在我们医院一签直接开 如果我收了 我理论上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 就收你个千八百损失了后半倍饭碗 我反正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是在长春市 长春市最大的就是极大医院 全都这样 长春市最大极大医院 来那个几点了 我极大医院心脏科那个 那个医大医院嘛对吧 白球医科大学对吧 现在咱现在说的是医大医院吗 你要我就满足你 我粉丝有长春市新内科的 这没问题吧 我给你第一楼上来 现场对这哥们 我就长春人 不是 老哥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了什么 你今天但凡敢点个名 我就给你第一楼上来 我现场就给你第一楼上来 你看行不行 你是长春的 我长春 我难怪去司马路 顶峰真 我知道啊 我知道 因为我告诉你 现在他跟你说的东西 其实一点毛病没有 首先是啥 帮你 这个里面有帮你看这个门槛的人 就他能不能开柜的 在你印象里 首先你不要拿保险当傻子 明白吧 就是他不用白不用 你别像上一个陈三皮似的 那陈三皮 他的干净里面保险是傻子 他那边往死开 开完以后那边往死报 人家不是傻子 你就是你的病例上写 这人是感冒 完了最终报险 报八千块钱 你觉得你觉得 保险是傻子吗 让你这个钱 能那么好挣吗 明白 首先是有人帮你做审查制度的 他不是帮你 他是避免他们挣钱挣多了 政治里面还得查 你是不是真的感冒 他是不是业绩不好 他低了个张三 李四来了以后 他假装上感冒了 开了五千块钱 要完了拿去拉业绩 如果真的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这件事 真的存在的话 这个东西玩法 肯定不是这么玩的 这个东西玩法 肯定是让一大半人 定期一个月感冒一回 这个东西才叫挣钱 如果拿这个挣钱的话 肯定这么挣 你先想想 是不是这么合理 就咱俩现在开医院的 我哥们 你手里面七大姑八大 一九八个人 我医院现实一点活没有 我挣完 我给你拿回扣 不就完了吗 你家平均 两月感冒一回 不就完事了吗 如果这钱是这么挣的话 那听着都不合理 你现实挺大 大佬爷们 你这点东西 听不明白吗 不是 我跟你说的 我都说了 我家人 就有在吉他医院上班的 你家人 我现实 我现实粉丝里面 绝对不止一个两个 就个吉他的 包括我家亲戚 都有在里面的 我同学 我在里面上班 多了去了 哥们 你要非这么说的话 你现在医护人 跟你说这个东西 没毛病 首先 他如果开高了 中间把你把关的这个人 是不会允许的 一定会问你为啥的 如果你要解释不清楚 要罚钱的 你明白吧 这就是中间这个机制 他现在不允许 他为啥解释清楚 怎么解释清楚呢 你给我举个例子 包括硝烟药 好 那咱们就按照刚才 咱们就刚才这么举个例子 好 就按刚才这个东西 说发言了 硝烟药头包 也有贵的东西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去了 他开哪个 他都没毛病 我去了 我去了 你解释一下吧 开头包便宜的 和开贵的 有啥区别 你出于什么东西 为啥开贵的 他有更好的消息药 有50的 他可以开50的 开10块也可以 对吧 毛病 好 那个就是咱们 咱们这么说 我去了 你如果开贵 等会 药的 药的先问 夏季初期 他说头包10块钱 和50块钱消息药的 有什么区别 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是这样的 药品的执行标准是 就比如说 你的头包成分 要达到 进量的90% 那他只要符合这个标准 他就可以拿出来卖 然后他里面的杂质 去除的含量 然后工艺 这个里面都是钱 还有代差 如果他的工艺比较便宜 你听我这时候说完 比较便宜 他卖的就可以便宜 他的工艺比较好 比如他含量达到98% 比如说进口的 那他效果的确会好一点 便宜的就没有效果吗 如果没有效果 或者是效果差 那属于假药 那就问题就大了 你知道吧 还有一个就是 他开的那个贵的药 医院现在 你很少能开到那种 利润很高的 除了药房 我之前做药房的时候 那个利润是非常高的 他纳入医保 基本药品目录 他成本可能只有几毛钱 或者是利 他给你开出来的 也可能就两三块钱 甚至十块钱左右的 他一般不会给你 开那么贵的投包 因为投包 看是投包什么了 投包拉定的话 会便宜一点 给吉林医生拉上来 戴帽 迪梦 给吉林医生拉上来 来吧 来吧越来越热闹了 来吉林医生 来 我把他刚才说完 那个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眼里 投包是有代差的 代差对于抗药这个事 还是有说头的 这块是肯定说不清楚的 但是代差和抗药 是产生关系的 如果你长期用投包 那比如你长期用二代 或者三代投包 那二代和三代投包 在你身上展现的效果 就有可能会不好 那我们就有可能跟你想 在想要不要给你换 更强的抗生素 或者说怎么样的 还有我警告大家伙 不要瞎吃药 尤其感冒 虾吃药的问题 等会谈 咱们现在这么说 先回答3342第一个问题 当你说 为什么有便宜投包 他不开 医生给你的解释是啥呢 出于你个人身上的因素 比如抗药性也好 你常见抽烟喝酒的 你经历一年感冒八回 由于你这个问题 他可能会考虑给你开不一样的药 这个不一样的药 可能价格上来讲就有区别 包括用药的功能上面来讲 会有代差 你能不能听懂这个话题 他给你的回答 你能不能理解 我可以理解 你认为合不合理 反正这话他说咋都合理 不是咱是假设说 咱不是专业学的 你说假设他说这个对的话 合不合理 可以合理也可以不合理 那不合理在哪 你说我听听 不合理在我跟你说 就是比如说我看病 因为我家有认识其他医院的人 主要是通过找人的 我这看病看的都便宜 知道吧 不找人通过自己去的都便宜 不是看病找人啥干净 哥们你实吹自己找人呗 找人啥干净 我听听 我都说了 我说我家里有人在其他医院 就是你给你 办事给你开 给你开后门了 给你行方便了 比如说这个药可以吃 可以不吃 人家告过你了 就告你了 这有些药可以吃 可以不吃 我给你开了 你就吃这个药就可以了 怎么在这 现在整成了这么 一下一下第一楼上一排医生吗 一滴了医生 滴了一排医生 这一排都医生吗 底门你是医生啊 对 下面是吕郎呢 我是以药学身份进的医院 然后现在在医保科 然后干过两年 然后后来现在又转行政的医务 好没问题 相关人士这是 好来下一个热心视频 陈先生呢 热心视频 陈先生什么活 好 我给你把人全给你 都给你低了齐了 哥们 今天非得给你整明白这个事 来 陈先生是什么 什么职位 不用给我整明白 你过来说 那咱讲话 你既然提出这个东西了 你既然说出这话了 咱今天不得 不得 不得把这事掰出清楚 现在医保科 搞药的医生的 这不全都给你低了 你挨个给你低了 一会整不好院长都给你整出来 来 那个陈先生 有没有事 陈先生 你现实能不能使个带 能不能使个带麦克的手机 没有 陈先生先量了 陈先生没有 来吧 就这些人够不够 哥们 能不能把咱把整件事说明白 医保科 医保科都有啥要说的 你先说一下 来我听听 就是医保居付的问题呗 就是大夫他要我们给 你就问那个大夫 恨不恨我们医保科跟那医护科 你别说话了 你是不是要杀了我 我说他俩先生能干起来 来说说说矛盾点在哪 不是就是什么呀 从 不是 人家监管的都有那个业绩的 你如果说抓着一个我有业绩 那为啥不去抓你 他有业绩才是对的 他要没有业绩才不对 就是医保科的业绩是抓你们乱开药 他才有业绩 所以你们不敢乱开药 我要抓 我要漏审过一个那个兵列 卧槽 那罚死我 那医保科 医保科看着这帮那个大夫呢 而且还有医务科 我现在就在医务科 我前两年在医保 我烦死你了 来3342 3342看见没有 现实他们俩见着一起 开始互相骂了 就是一个是监察他们 监察他们的人 甚至就是拿抓到他们为业绩 你听懂了吗 这个东西说白了 他不可能放他 放他没业绩了 不是 但是因为我单纯 我单纯那什么 因为我是个手术大夫 单纯问一下 大哥你医保干那两年 你罚了多少钱出来 谈业绩了 巨凡人 这俩人碰一块肯定得干下来 好好好 打拼卖四小哥哥 打拼卖四小哥哥是不是单纯 你把你们建议 干医保的那货 干医保那货应该特别清楚 从二零二几年 二零二一还是二零一 我是要学出身 不是 你俩别操作理论上来讲 都是我粉丝 但都是一家人 虽然你俩这个 就是很恶心的 就是他把大型手术的 那个治疗费用标准定死了 医保是把大型手术的医疗费用定死了的 就是说白了 他是解账方 你是施工方 你干完他给多少 不一定 他得光光 他得光光光光光光卡你 OK 下面这个乌拉拉拉是什么活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职位 我听听 我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 好好好 来3342 3342 你说吧 他们现在 现在这个 他们这个逻辑确实听起来合理 我跟你捋一遍 你说的乱开要现象 医生自己说的是 我不敢乱开 因为有人会罚我 但你认为他们天下乌鸦 一般可以玩的就这个 下面这个医保的人上来告诉你说 他们的业绩就是从抓他们身上出 反而医生不敢干这东西啥 他不一定拿出钱 他给你开柜 他被人抓了以后罚的更多 明白了吧 这个东西听起来非常合理 你有什么看法 我听听 就简单 先说一个括号的问题 就是假如我今天晚上 我们那天我跟内科大夫聊天 内科大夫挂一机 急诊 那个病人临时有事走了 就没去那急诊 然后给大夫 我们得给大夫扣钱 因为医保居付 因为医保急诊括号 北京市急诊括号 70% 北京医保就10块钱 这60块钱是北京市医保出的 然后但是病人没去看这病 但是这号也没退 医保不付钱 扣大夫钱 那你3342怎么说 3342 他们之前是我不清楚 不你别不清楚 你听起来他们的逻辑不合理吗 你不说 就挂了号不看病 你说大部分怎么回事 对啊 大部分怎么回事 内科外科干药的卖医保的 都上来问你怎么回事 你要想找人 我是医疗行政的 医疗行政的 内科的外科的医药的医保的 都上来问你怎么回事 你快说 3342怎么回事 我给你找个药商代表 找一个药商代表 我给你找个药商代表 你先别着急了 你先把这几个答对 我小医药医药代表 药品就零差价了 有一些药品零差率 我是药房出身 我是药剂科出身 没事都问我 我是药剂科出身 药品零差率 投保客户颗 在北京的医院 一毛八 这还是资费 下面还真有药厂的 我是药剂科出身 好好好 好活好活 我一个出身 干过医药 现在在医药科 这几个兄弟应该特清楚 在 就是我 那个就是 他因为可能干药 那个年头稍微短一点 医药代表这个事掐死 你别说以前有吗 有 医药代表这个事 以前掐死在哪掐的 可能也就在2018 19年这段掐死了 我小医就是医药代表 那年之间不挣钱了 然后 去年是 没了 包括医药科代表的 顾问律师也在 下面顾问律师也有 那个 3342 相当全面了 现在 现在相关人士 这给你拽出六七个 相当全面了 你快 快赶紧解释 怎么回事 去年 去年事那么大 是为什么 白云山自药的都来了 去年事那么大 是为什么 是因为翻老本 我不知道 我说这话 你们能不能 是因为翻老本翻出来的 这个专业的 叫倒茶 十年是吗 我不知道 倒茶 现在倒茶能倒20年了 好了 你们看这个公平 现在相当热闹了 快 你们先别讨论这个问题了 先说说3342 他们说这个逻辑 你听懂了没有 我能听得懂 但是我不认可 你不认可 就是你 你只认 你只认 你的 你去找你的朋友 跟你脱关系 办事了以后 他告诉你有些药不用吃 你没吃 你只看见这个理 所以你认为 有一些人 他们反向推断 他给 肯定给别人开了 这个 没必要吃的药 所以你认为 他怎么存在业绩的 这个说法 对不对 对 好 来 我跟你说一个 非常简单的东西 我给你假设一下 假设我就是你的那个朋友 在医院里面的 你找我了呢 就是你们 包括你们几个都是相关人士 你看我这种人可能性存在大不大 你找我了呢 其实我给你行不了太多的方便 说实话 能行的那个方便 可能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我又不想让你觉得 你找我 我不帮忙 显得我不会为人处事 这个时候呢 但是能推就要推 对 咱也别说能推就推了 事我硬了 为啥 这是我远方齐大姑 八大姨家的孩子找我办事 我大姑原来小时候上我家 灵魂年度包子 所以说长大 我得抱打他一把 现在他儿子感冒了 感冒来我这以后 我呢 实际上除了这个 直接找到我看病以外 任何东西 我给他不了方便了 那我现在为了表示我能方便 我跟他说点这个话 你在外面 你讲话 他今天不给你开一刀子药 走就不错了 你就拿这三套药走 你回去吃这个 没必要别吃了 完了 三三四二滴了个药 滴了算钱脑瓜 走出这门 家说还得找人 不找人的话 那根本的 那我得吃一刀子药 实际上他给 他转手给第二个人开 看病药 他就开两 就开两套 给你开三套 然后你说这个可不可能 就是说啥呢 为了敷衍你 然后跟你说了这个话 你说有没有这可能性 阎王此信又来了 阎王此信又来了 你说有没有 有没有这可能性 就是杀手呗 也别说杀手 咱比说后面开两套药 后面其实都是开三套药 对人中荣 有重要性 咱说都说开三套药 你看合不合理 三三四二你说合不合理 我抬杀杠啊 我告诉你 找我行职务方面的 我原来就是干 你看地产 我现实职务方面就是这么行的 实际上没比别人给更多的东西 优惠也好 啥我也没多给 但是我话上都是这么说的 包括原来卖宽带的时候 所以我抛推荐我朋友 我姐妹我好闺蜜 你想没比你大几岁 咋地的 连这坑都给我唠 来了以后我给的就是当月优惠 当月公司咋卖就咋卖 完了现实也是千万千 闺蜜还没啥给我唠嗑呢 现实四十好几 还想让我主动追他 那不合理 有啥不合理的铁子 那不非常合理吗 你这属于纯太高 我抬杀 那不那你看 妈 医保的 那颗的 外颗干药的 干啥的了吗 小弟屋里面都给你聚集了 跟你说 人家这个制度 从制度上来讲 你说的东西就不合理 乱开药 他们抓着东西拿着当业绩 要不然现实铝狼就得饿死 铝狼就是抓乱开药的 明白吧 我说一个事啊 他不会说的 我 就是查完说了 鱼公鱼私没有黑暗面 不行 必须有黑暗面 我 不是 我 我说 国家医保那么容易 给你医院拨款呢 我说你哪那个 是我多抓几个 我年底提个优秀 不比这强啊 对呀 他年底凭个优秀 优秀抓人员 他不比那强 这不合理吗 他抓 他要业绩啊 我看这个东西说 但我说说实名来举报 我就让你举报啥 吉他医院 包括口罩的时候 有补助 吉他医院扣了很多 没给钱呢 你去举报吧 不是 那你哥们 你都拿出来举报 我妈妈一 那口罩时间的补助钱 我还 我还怎么现在 还有好几钱没给我呢 我找谁要的 不是 不是 哥们 那你站出来实名举报 你是一大医院的吗 我告诉你 我家人就吉他医院的 不是 那你是替你家人出来 站出来实名举报 是不是实名举报 这再讲话 这有医保的什么 辣马乔 这不都给人了吗 我不是明举报 我肯定不能举报 不是 那你话愣着 你都不讲道理吗 人我不知道你是谁 人家相关人都给你低楼上来了 你又对不上 对吧 人家说这个东西 我认为逻辑上来讲很合理 完了 现在你说不管 我肯定就有 黑暗面他们都没说 我问你啥黑暗面 你又说不出来 那你这能合理吗 那你这能合理吗 哥们 反正 有这么个事 我自己给 你要愿 我还底下有人愿举报 那你就去举报 对吧 人家家又没有亲戚 哥那 人家没找人上医大医院看病 铁你去的呀 什么我自己去的 你去找的 也是你去看病 你家亲戚是 哥那怎么干活 人家家亲戚不跟他们干活 人家举报啥 人家知道啥呀 你知道你咋不举报呢 像你刚才说的 说的什么 开抢不要残不要他 你说是敷衍 我看你护士长找他 做的 你带我 你告诉我 他能是敷衍吗 不是 我感觉大哥 已经气毒瘦了 我惨 确实是有点颤抖 你把思想屡顺着在说 咱就这么说 咱就这么说 那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说 我只是说一个假设 你找我看病 别人确实我给三套药 到你这 我确实就给两套药 因为你八九不离十 是不需要第三套药的 问题不大 我给你开 如果你没好的话 你再找我 或者我给你说个活口话 你先拿回去 实在不行的 那开那个 假如说我给你说了 这个活口 你拿两套药回去 真是能省则省 你拿两套药走了 实际上呢 对于第三套药来讲 我从定理上来跟你讲 就是赌一赌 可能确实需要性 不是绝对的大 如果赌对了 就不用第三套 如果赌不对 反正我活口扔着了 你要实在不行 再给我打电话 我再给你补第三套 这不也合理吗 我认为人之常行 办事可能是什么 再跑一趟医院呗 不是我现在 我单纯 我单纯 我插个嘴 我单纯回忆一下 下边那个大哥 就是你说医院开出来药 然后我说 让你上外边买去 这个事 大哥我都把药名告诉你了 你非得去 我指定那个药店买吗 谁到了呢 不是现在 现在医生写字 还像原来是那么跟天书似的 不可能 我肯定在告诉你什么药 不是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牵扯到一个 就是腰带问题结束了之后 不是 没有额外的收入了吗 他就会跟一些 私人药房做合作 就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药 叫荷尔环消炎颗粒 他就说这个药非常好 你就去外面买 他也不跟你说去哪买 但是呢 你只有在当地的某一个药店 才能卖到这个药 指向性的 跑到这去了 对 就这个药 他只有这个药房会卖 那如果说他卖 那如果说他这个药卖了以后 他们有这个提成关系 他咋知道是张三李四介绍的呢 只要买了就是 就张三 每天是这么多大夫 对呀 你这么多大夫 你不能就只一个大夫卖吧 你也挣不着钱呢 这个就牵扯到毛利问题了 比如说那个药成本价5块钱 他定价45或者40 我是比如说 他的毛利30多了吧 只要卖了这个药 他就会给那个医生 比如说3块5块之类的 不是 那你不可能就跟一个医生合作吧 假如说咱有 跟很多医生合作 那跟很多医生合作 我只我要卖出一盒 你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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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块 不是 他会有一个单子 他就是 就比如说某一个城镇卫生院 那个几个医生 就是某一个 他会给你一个 他会给你一个单子上面 你知道有的药是不能进医院的吗 我这个我知道 但是 同样是一个肺炎感染 他医院没有相应的药吗 他一定要吃那个药吗 他不需要的 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 首先你说这个情况 在小城镇 有吗 有 我有 我还挺承认这个事的 有时候是有 但是你要知道 在相对啊 现在比较多的城市 这也是一个付出和收获 不成正比的事 而且你收获的这个相对比收红包还少 因为你不知道你开的第几个 我的意思 你们明白 我的意思是 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医生跟外面的药房产生的一个合作 我知道 而且 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开出来的药 我 就我自己 因为我 我本身干过三年药店 然后我朋友也是医院的 他跟我说的就是 包括我自己看到的也是 你在医院开出来药 基本上没有利润的 他全是那种 他就是零一 药品 对呀 他零利润 他有基本药品目录的 他不会给你开别的药的 不是 我这么跟你说 为什么说现在不成正比了呢 首先 第一个问题 我跟 你刚才说了 全市药店 可能就那么医家有这个药 我还不告诉他这个药店在哪 这事本来就挺玄幻的了 在小城镇是 就是特别是 就比如说 那个医院附近的 然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事 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 因为你要给他写单子 这是个死证了 只要你敢把这个单子写出来 这就是个死证了 不开处方 不开处方 全是VC的 我肯定不能开处方 我就写这一笔 他就是个死证了 因为我 我可能比如 第一个没举报我 第二个没举报我 我不知道 只要举报 他这为了三块五块 一个人分的钱 只要举报他事就大了 所以我 我只是说 就是他不是 不是 这个334啊 这哥们不是说 那个 有这个情况 医生会开很贵的药 或者怎么样吗 他就是 就是说这种 这种事情 仅仅会这样发生 只有这种情况 你们说的这个东西 不符合逻辑啊 我侧面听一下 他说的是 他医院都不允许进的 不是 他说的是 小病开大药 对吧 小病开贵药 对不对 小病开贵药 直接伤万股 没错 不是 你小病开大药 到人家这个医保 这个地方就过不了 对吧 这是从官方的 私底下 如果说我建议你 你小病也好 啥病也好 我建议你去吃这些 外面才有的卖的药 但我不告诉你在哪 最后你找来找去 最后只有这一家 像个漏斗一样 这么大个漏斗 最后只能流向 这一处去卖这个药 这个药的人 会把钱拿回去 给医生 假设说的合理的话 这里面也存在 巨大利润的话 这个漏斗 怎么知道 是谁给他滴的水啊 你说 你说我 我只要 只要有人来买 我就会给钱 那么多医生 一个城市里面 至少 至少得 咱说 咱说这个相关的医生 至少得三五十人吧 每一个科室 有多少医生呢 对啊 咱说至少都是 同类型的 会看感冒的医生 至少三五十人 这钱怎么给回去啊 这话题是我挑起来的 这话题 不是谁挑起来的问题 就是这钱怎么给回去啊 这个给就是 比如说 他就是针对 某一个病症 的那个人 就是比如说 他是看 呼吸道的 就是咱说 呼吸道的医生 有多少个 没有 没有医生的名吗 挂哪个专家的号 挂哪个教授的号 没有 我说的是 因为我们这边是 教授的名去 他妈买药 就疯了 我操 不是 没有 你们可 你大哥 你想的可太清楚了 教授要靠这来钱 他不靠 他 你说一个县县城 或者是县级左右的 这个 这个医生 他 不是 咱们 咱们先别聊 这个后面的问题 那3342 你睡着了 不是 3342 这人都给你低了 那这点 研究的问题 怎么你睡着了 342 你现在听到 你现在听到这 这说 就挣三块五块的 也不合理 把我们上级领导 给请上来 谁呀 搁哪呢 我过去了 还有你上级 叫啥名 谁是他上级 上级低落上来 越整级别越高 好好好 今天咱们不把这事 干到头 今天谁也别罢 别罢取我 来 就是 人家说那个东西 那个利润太小 犯那个 冒那个险 不值得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还有 还有个事 我就有点 我要再 再搂一个话题 就是我其实挺 挺不明白的 就是我看下边 有人讨论 飞刀的事 飞刀 不是你们找我吗 对呀 不是 你们过来请我 我做给 我去过去 给你们做手术 然后你从这问 为什么这个医院的大夫 他能做 非得 你非得让我过去做的呀 这不是你点的名字 你选的吗 偶像 而且现在允许飞刀 这多点 不允许 但我 其实对于我来说 比如说下级医院 有病情严重的 然后他实在是 转不了院 然后 病人私下 让我们过去飞刀 这个情况 我觉得还 其实在我的眼里 看来没有那么 食恶不赦 然后我适当的 收取一些路费 和手术费 那么食恶不赦吗 我现在有一个 叫多点职业 多点职业 这都是工腿工的 现在 对呀 他正常低身请 你就可以 好了 那个医药的来了 医药的来了 好好好 感谢小冬先生 我等不了着 你们这样 我一样一样说吧 你声音有点小 哥们 声音有点小 我听听 我说你手机是不是没冲 没冲着嘴啊 我是用耳机的 所以你把耳机摘了就好了 把耳机摘了就好了 摘了 好了 非常好 非常好 怎么呢 你刚才穿了说什么 他们说的 我都知道 但是他们没有履清 我一样一样说吧 飞刀呢 是现在飞刀呢 基本上是要经过一个叫 哥们 那个我不质疑 哥们 我不质疑你自治 上来咱 咱报个家 毕竟要让那个3332 别以为咱是路人 随便上来说 我是药厂的 药厂的 药厂的 管行政的 药厂管行政的 OK 大药厂 也不算大 其实是分厂 分厂 OK 行 分厂药厂管行政的 来吧 专家会认了 来吧 一样一样说吧 先说医保吧 好吧 现在基本上很多药厂 都是活不下去了 因为医保 因为国家的医保 杀价 杀得 基本上 真的没有多少利润了 可能就是一片药 就一分钱 甚至是 一分钱可以买几片药的利润 所以 现在很多药厂 直接 像南京同情堂 我们的白云山制药等等 都直接是 卖牌子 去卖 给一些保健厂 厂家使用 对 就是 白云山的 所以 就算我是这个厂的人 我也说了 其他厂我不大清楚 只能是这样说 把药卖出去当盖片了 基本上有名气的厂 基本上都 医保 现在的情况下 基本上很多厂 我拆嘴 他给我拆嘴 他给我拆嘴 要派监督过去 派监督过去 就是说 有监督的 但是厂的药 这个保健品 不是我们厂出去的 明白吗 所以 医保药 那是基本上 不可能有利润的 在我们厂的 这方面来看的 就医生开医保的药 好了 不可能有利润 三三三二 听懂了没有 从源头告诉你了 医保药没有利润 那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就是我们 选择 以前支出最大 是什么呢 又是医药 负责跑关系 那个公关科 比做广告的 钱还要大 我可以告诉你 在以前医保 还没好之前 但有医保之后 那个公关科 那边基本上 等于废了 好 那个3342 3342 截止到现在 快点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把麦克风给我打开 听懂了没有 医保 走医保的药 没有利润 这个医保的药 他们如果给你 比如医生 给你多开几样也好 少开几样也好 他们不赚钱 没有利润 明白吧 而且医保 要是多开不行 少开也 少开无所谓 多开是不行的 那多开 下面这小子说不行 这小子他会查他 你看这个关系 你履清楚了 从源头这个厂子 他往处做 从这个真狼王 这块他往处做 做这个药 到那个医保 过医保 到那个医院附近的药店 到那个下面 那个计下初期 到初期家店里面 跟那卖 中间这个利润是不行的 没有这个利润 然后医院给你开这个药 医院也不能拿 这个中间的利润 因为下面那个 铝狼会查他 明白吧 这个顺序你听了 铝狼会查他 国家的阳光采购 那个进入采购目录的 药品零差率 是把药厂压到 压榨已经到极限了 好 没问题 压榨到极限 压到都没有利润了 然后现在那个 还有专门人查他 所以他给你多开点药 少开点药 与利润无关 但是现在 医卖的医生 又告诉你了 他是医生 他如果想给你个单子 让你上别的地方去买药 买这个药的话 他就是找死 为啥呢 不敢有名 没有这个单子 然后下面那个 乌拉拉拉 跟你告诉你的意思 说这些人过来 买这个买这个药 什么像个漏斗似的 这个所有人都到这个 只有卖这个药的店 去买这一种特殊的药 这里面能产生的利润 少之又少 极其不合理 冒这个风险也没有意义 因为一个药卖几十块钱 或者怎么多少钱 这个药 他到他们的拿去分 他根本不知道给谁 给就给五块 一个月分你150块提升 你觉得医生 有没有必要为这150 去干这个事 现在整个层层 从最开始源头到药厂 再到医保 再到医生 再到药店 再到内外科 全都给你扔着了 现在把话给你扔回来了 你说说 你说那玩意这么开药 多拿钱 这玩意合不合理 你告诉我 可以到我说了吧 你说吧 来吧 你别嘚骚 你别紧张 你说 就是药分为ABC A那是医保全有报销 A那是医保报一半 Z是医保不报 你说那医保的药 是根据 是跟甲类同等全报销的 这是北京市纪念新政策 丙类不报 那你现在说的是啥意思 你现在说的是啥意思 我说医保外的药呢 医保外的药医生能不能开 上面那个医脉说 可以开吧 可不可以开 那不废话 不可以死 不是 主要问题 不是 可不可以开 可以开 可以开 首先你要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啥呀 医保外的药 一般都是重大疾病用药 很多 那人要 如果在中院是要签自费协议的 对 那个东西 医保外用药 基本第一是要告知 签那个协议什么概念 违反法规了 越聊 越聊他们 越聊他们 越沈绕为 聊的违反法规了 在他们往上 一会连院长都滴露出来了 再往 再往上 一会给院长也滴露出来了 一会 给要监局都给你滴露出来了 我脚子 我脚子也是差不多了 但是再往上说 再往上说 我感觉要监局就要来了 我有粉 有一个粉丝 现实确实是要监局的 我估计他这点可能不在了 这头疯了 逻辑我听明白了 逻辑我听明白了 可以这么说 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吧 如果有的话 那可能也真的是现实医生 跟他们穷坏了 穷疯了 那医生肯定是穷疯了 才能干这事了 玩太大了 就必须把这个事怼到头 从头怼到尾 说你们不怼到尾的话 理不变不明吗 咱得变明的 对不对 卫生的出来了 治药的也出来了 对 这样咱们从头到尾 其实理一理 很多人心里面这个心结也有 你说这个事 我其实我得个结论 我看这 我看明白了 得个结论 你要说这个没有 你说你说没有 等于医生跟药之间 没有扯犊子的 我觉得不可能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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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觉得不可能 没有扯犊子 但是现在扯这个犊子 看起来扯这个犊子 代价太大 而且扯这个犊子 利润太低 明白吧 就是 而且现在很多 你看国家要求的是 这个药没有利润 什么 他们开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利润的话 这钱从哪拿 药厂给他们拿钱吗 已经没利润 国家阳光采购 那你没有利润这钱 从哪给你出钱去分啊 如果说医生 让你出去买 不在医保里面的这些药 他又不敢承认 你又不敢指定地方 指定地方以后 他又没办法给你分钱 所以说可以说 这东西 即使存在 他也是属于 真的是饿死 快快他妈饿死的医生 现实工资 我估计都开不出来 那种医院 能干这个事 对吧 其实这件事 很容易理清楚 层层的各个机构 还有专门抓他们出业绩的人 那你告诉我 专门抓他们出 业绩的人 假设说 我们说他们黑暗点 这人是专门抓他 出业绩 抓住他了 他拿点钱 出来保命 一个月分你 多钱要钱 到你手上 是不是你都不知道 如果一碗水端平 一泼水洒地上 所有人都雨露均沾的话 如果是雨露均沾 能分到他手上多少钱 抓住你了以后 你要花多少钱 去摆这个事啊 而且摆完这事 这哥们没业绩了 现实他抓不着人 他饭碗就没了 这是你死我活的事啊 合作都合作不了啊 对吧 告诉大家挂十分 这不洗啊 这他妈挂十分钟挂科 挂了十分钟 合作都合作不了啊 是吧 咱们排除 就排除有职业操守的 说会不会有坏人 我相信会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 他能从中赚 赚到多少钱啊 行了 以后再面对类似事件啊 兄弟们 说白了 这个节目归节目 效果归效果 以后又再面对类似事件 其实里面很多的逻辑 今天我也算是听明白了 各个部门在中间干的事 家里面怎么要求的 然后他们要承担的风险 他们能得到的收益 这些东西 说白了 我刚才很多人在那边 很多人我听了 这边没听着 你说会不会完全没有 我不觉得 因为这个水智轻则物语 我总觉得 人肯定是 没办法统一控制住的 法律都不能 就是规避掉 每一个人都不去触碰 我相信肯定是 不可能打到 每一个人都怎么着 但是确实这个事 如果要是按照 他们说的这个 这个做起来的话 风险太大 收益太小 这个东西确实是 没有意义去干那种 你不如好好的 你把这个 把这个班上好了 抓紧升值 升值来的这个 来的实际一点 靠谱一点 对吧 所以说 现在这个 包括他们提的 这个比如说 政策的这个年限呢 哪年出的这个规则呀 什么这些东西 我觉得是个好事 慢慢的我们都在 都在想 向着更正规的地方去 我说白了 你们记彼着有一天 就是当时 我说跟洛杉矶 说认识我那小子 那个谈起来说 国内什么 你看病 怎么怎么的 他是肯定 这种 他是一类人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类人 这类人是肯定 不可能知道 这些里面 这些年中间的变动 这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直播的 一个好处 就是很多事 很多层面 我们是通过这些东西 去长知识 长见识 慢慢的我们 对于一些事 我们看法 趋于平静了 水至轻则物鱼 世界上除了 黑黑白中间 还有另外一个地带 我们慢慢的朝 这个地带 去步 步入一个正规的地方 慢慢来讲 他这个东西 挣的钱越来越少了 规则越来越透明了 他慢慢自己也不这么玩 这就是好事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那个刚才那种 3342那种 就是啥呢 他可能经历一次 或者是多年之前 经历一次 或者是道听途说 经历这么一次 他接受不了 就是再变好 因为他的生活 还是一如既往的难受 就他一如既往的难受 他日子过得 一如既往的差 他办事 还是一如既往 要找人 所以说他接受不了 你告诉他 现在正在变好 已经杜绝了 或者是已经 绝大多数不行了 不行 绝大多数不行了